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出了门觉得要晚了 就想骑自行车 又发现忘带自行车钥匙了 我赶紧跑过去拿 又差点摔一跤 你这一早上还真是够忙乱的 说的是呢 不过 还好没迟到 人人都说 个个都懂 字数不多 故事不少 解锁运动图标 了解冬奥项目 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 猜猜猜猜 猫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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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我们还有毛毛 布置派对现场的任务就是这些 大家一定要按时完成 没问题 看我的吧 也看我的吧 琪琪 你听到了吗 知道了 我会做好的 虎哥 你这个技法就算弄到天黑也挂不完这么多彩带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看我的 哎呀 摔死我了 那个彩绳也太短了 琪琪 五哥 毛毛 海包换好了 阿里芬 小心 哎哟 哎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去 怎么一团乱呀 哎呀 太阳都快下山了 现场还没布置好 对呀 我们快抓紧时间 赶紧干活吧 我来 我来 都怪我 快点 快点 毛毛 不准跳了 这样不行 越来越乱了 大家不要着急 越是这个时候 就越不能慌乱 第一 我们先分头 把散开的彩球捡起来 这样就不会摔倒了 弯定 很好 第二 毛毛 你负责把彩球重新穿好 没问题 第三 虎哥 你跟我一起 把彩条和红符挂好吧 好 啊 好美啊 阿里芬 虎哥 琪琪 毛毛 你们把派对现场布置到可真漂亮啊 其实这都是艾丽芬的功劳 是啊 如果让我来布置 一定来不及 没什么啦 有秩序的工作 会更加省时省力 哈哈哈哈 好了 故事看完了 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 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 在这个沙漏漏漏光之前 猜出正确成语 即可解锁一个北京冬奥会运动项目图标 并简单了解这个运动 如果没有猜出正确成语 那就请下次努力 这个让我想想 我看大家布置现场一片混乱 这个办一下 那个摔一下的 是不是 是不是东倒西歪啊 我觉得 艾丽芬指挥大家恢复了秩序 是不是 沉着冷静 嗯 虽然最后是恢复了秩序 但是过程中 能用什么成语形容呢 你们再想想 嗯 嗯 啊 那我知道了 我们当时真是 手忙脚乱 嘿嘿嘿 朴虫先生 手忙脚乱是成语吗 恭喜你们 闯关成功 耶耶耶 哈哈哈 手忙脚乱虽然简单 但是它的确是成语 就是形容惊慌失措 或者做事忙乱 没有条理 嗯 明白了 妈妈 你今天出门的过程 可以绝对称得上是 手忙脚乱 哎呀 确实是手忙脚乱 哎 还差点 四脚朝天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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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既然你们猜出了正确成语 下面就结束图标 了解运动项目吧 看清楚咯 雪橇 雪橇 雪橇比赛是运动员乘坐金属制的双橇滑板 沿着有各种弯度的专用冰道高速滑降至终点的一种运动 雪橇没有转向器或制动设备 运动员需要通过腿和身体力量来控制发行方向 恭喜你们 成功解锁一个图标 休息一下 我们进入下一个挑战 诶 怎么瓢虫先生还没有来 诶 人人都说 个个都懂 字数不多 故事不少 解锁运动图标 了解冬奥项目 欢迎来到 成语猜猜猜猜 猜猜猜猜 瓢虫先生 你好 妈妈呵呵 你们好啊 瓢虫先生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是啊 好期待啊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 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有一天 有一天 果果和星星也好一起去采摘果子 他们摘了好多 别提多高兴了 这么多红果 我们可以做好多红果酱了 对啊 到时候请大家来品尝 星星 你怎么小心点 你踩到我的影子了 影子 没关系 我大人有大量 好 把你们的果子赔给我就好了 我们的果子 星星 他抢走了我们的果子 太好了 狐狸 把果子放给我们 虎虎 仙仙 怎么了 虎哥 狐狸抢走了我们的果子 这个狐狸 我去帮你们把果子抢回来 恶 overs 呀我 伯笠 狐狸 把果果和星星的果子还回来 不然 好好 苦啊 吃点果子香香气 你以后再敢抢别人的东西 我可饶不了你 大灰狼 你干嘛吓我 我正想找点下午茶来吃 那就给我吧 大灰狼 不许欺负他 虎哥 我是个哈卡闹着玩的 谢谢虎哥 你的客气 保护大家是我的责任 你快点把那边的灯笼也拿走 挂在咱们自己家门口多好看 你居然还敢来偷东西 虎哥 你真厉害 把那两个坏家伙都吓走了 虎哥还帮我们拿回了果子 虎哥还帮我教训了大灰狼 我力气比你们大 应该保护大家 我想起来一个成语叫挺身而出 挺身而出 我听我这个成语 挺身而出就是指在危急时刻敢于站出来 虎哥确实是挺身而出了 不过答案不是这个成语 再想想 再想想 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挺身而出 哦 还有一个成语 哦 我也想到了 打暴不评 哎呀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咱俩又想到一块去了 哎 朴松先生 打暴不评对不对啊 恭喜你们 闯冠成功 没想到我们这么顺利就猜对了 既然你们猜出了正确成语 下面就结束图标了解运动项目吧 看清楚咯 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 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 使运动员从雪道上端起点出发 下滑过程中 需要绕过一定数量的旗门 最后抵达终点的运动 平行两个字 就是指由两位选手同时出发 进行比拼 恭喜你们 成功解锁一个图标 休息一下 我们进入下一个挑战 我们进入下一个挑战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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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瓢虫先生来了 咱们先看动画片吧 人人都说 个个都懂 字数不多 故事不少 解锁运动图标 了解冬奥项目 欢迎来到成语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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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这些小动物们在森林里举办了餐会 狐狸和大灰狼知道了 别打算混进去吃东西 大灰狼 谁让你们来的 我们并没有邀请你们 我的脚好痛 大灰狼的脚受伤了 他已经好多天都没有吃东西了 你们就可怜可怜他吧 就可怜可怜我吧 大灰狼好可怜 我们就让他们一起参加冷餐会吧 好吧 你们可别捣乱 你饿死我了 快喝点 舒服 这是我做的曲奇饼干 好几种口 你们尝尝 好啊好啊 快给我 给我 我的 一把 成交 这些家伙还挺好骗的 让我们白吃了这么多好吃的 真不错 伙伴们 舞会时间到了 好 我们来跳圆圈舞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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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去好像挺好玩的 我们要去跳舞啊 跳什么舞 我们要趁他们跳舞的时候 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拿 苦力 那个礼盒里面肯定装着有宝贝 咱把他拿走 好 行动 躺一点 躺了躺了 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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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躺了 吵了没有 你好沉 你咱们吃了多少东西 还剩就够当了 走走 躺一点 大灰狼 你的脚不是受伤了吗 怎么还能背得到狐狸 好啊 你们是装的 又来骗吃骗喝 是不是 被发现了 快跑啊 快 你砸死我了 这下我的脚真受伤了 这就是你们骗人的后果 这个大灰狼可真坏 装病博得大家的同情 我觉得应该是装模作药 对吗 不对 这个故事最明显的就是 最后大灰狼真的受了伤 我觉得城里应该是 最有应得 对吗 故事中 大灰狼装受伤 结果真的受伤了 这种情况叫什么 假装的 变成了真的 那不就是 弄假成真吗 有道理啊 朴虫先生 弄假成真 对不对 高级你们 闯冠成功 哈哈哈 哦耶 弄假成真 就是指 本来是假装的 结果 却成了真的 嗯 这个成语很简单 生活中 也经常会遇到呀 可不是嘛 我今天也是 弄假成真了 啊 快说快说 是不是关于 迫不得已做桃子酱的事 你还没讲完呢 嗯 我上午出去 碰见班里的两个同学 他们说要去捉蝴蝶 叫我一起去 可是我不太想去 我就说我还要回家做桃子酱呢 嘿 没想到他们觉得做桃子酱更好玩 非要跟我一起回家做 啊 于是你只好带他们回家 并且真的做了桃子酱 是啊 嘿 好在这次做得非常成功 我要是不拦着 都没你吃的份儿了 啊 原来如此 嗯 既然你们猜出了正确成语 下面就结束图标 了解运动项目吧 看清楚咯 冰湖 冰湖 是以队为单位 在冰上进行的一种 投掷性竞赛项目 被大家誉为 冰上的国际象棋 它既考验着选手 对力量的控制 也考验着运动员的智慧 与策略 恭喜你们成功解锁一个图标 休息一下我们进入下一个挑战 我们又可以看故事才成语 学成语了 毛毛 你怎么了 病了 不不不 我是趁朴虫先生还没来 先练练台词 什么台词 我们班不是要参加艺术节演出吗 让我演一个老爷爷 我设计了一些台词和动作 但是上次彩排的时候 他们都说我演的不对 真是气死我了 说实话 你刚才演的确实不像老人 倒像是个病人 你也这么说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 字数不多故事不少 解锁运动图标了解冬奥项目 欢迎来到成语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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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是啊 好期待呀 如果对我的表演有帮助 就更好了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 你们现在就用口令 开启成语之旅吧 有一天 有一天 森林里要举办 营火龙灯会 小伙伴们约好了自己动手做花灯 还要比一比谁做的最好看最有特点 好 猩猩 晚上的灯会要不要一起去准备 我们还可以一起多做几个灯笼 小福带回来了很多灯笼的照片 我自己就能做出最好看的花灯 你自己去吧 猩猩 小福拍了很多灯会的照片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啊 不去了大哥 我还要做灯笼呢 我们可以一起看看别人都是怎么做的 不用了我会做花灯 我会做一个你们都没见过的花灯的 你去吧大哥 花灯不就是那些样子吗 有什么难的我想都想得出来 幸好我买的多 不狐狸张就可以了 啊 啊 啊 шие 这是你做的花灯 是啊 萌萌 你做的是什么样的 我呢 要在萤火虫灯会上才揭晓呢 这可是我看的小福那些照片得到的灵感 从没人做过这样的呢 那么神秘呢 那当然 大家的花灯也都快做好了 都在现场安装的 你要不要也过去呢 不去不去 我心里有数 做好了 我拿过去挂上就可以了 可是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做法跟赫赫说的不太一样 我这是自创的方法 萌萌 灯笼照护得太厚了 光都透不出来了 那薄的地方能透出光 可灯泡也太亮了 四眼睛 怎么会这样 对了 欣欣 你把自己闷在家里 想当然的做花灯 不去外面多学多看 是做不出真正的好东西的 我真该早点跟大家多交流的 欣欣你别难过 咱们下个月还要举办编花篮大赛 到时候你一定要多和大家交流 争取做出最漂亮的花篮 好呀好呀 这个灯笼不要了 我们来说说怎么编花篮吧 欣欣你也太心急了 今天咱们还是先欣赏花灯吧 好美啊 好美啊 夏天萤火虫灯会开始了 欣欣一直很用心地制作灯笼 是不是专心致志 欣欣确实很认真 最后还是失败了 这个是为什么呢 他是不是关起门自己坐 也不听别人的意见 那我知道了 是不是闭门造车 对对对对 就是闭门造车 苗冲先生 对不对啊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 闭门造车 原意是指不去管事实是怎样的 只凭自己想象来办事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是不是有点闭门造车了 我想是的 你别自己闷头设计老爷爷的语言和动作了 你应该去观察一下老爷爷 然后再去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好的 我马上就去 你别走别走 真是个急性子 既然你们猜出了正确成语 下面就解锁图标了解运动项目吧 看清楚咯 雪车 雪车又称为有多雪橇 使运动员乘坐可操纵方向的雪橇 在冰道上滑行的运动 风驰电车的高速行驶 是雪车的最大看点 尤其是四人雪车巷 最高时速可达160公里 堪称冰雪运动中的F1 恭喜你们成功解锁一个图标 休息一下我们进入下一个挑战 解锁运动图标了解冬奥项目 欢迎来到成语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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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虫先生你好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 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有一天 有一天 小姑去了一趟城镇 带回来一些好东西 阿卡 我在城镇买了好多毛线团想分给大家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用毛线编织些东西带起来 一定会很暖和的 你能不能帮我通知大家过来领啊 当然没问题 爆炸性消息 大家快到空地上来 小福要送毛线给大家了 真柔软啊 比我的飞行员帽子还温暖 毛线倒是很柔软 可我不会织啊 猫猫 你不是号称世界上最聪明的猴子吗 你会不会织毛衣 我会啊 我和蜘蛛大婶学过编织 我会啊 我和蜘蛛大婶学过编织 从这里穿过去 嗯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太简单了 哎呀 这个好难啊 哈哈哈哈 虎哥 你织的袜子怎么露脚趾啊 你别笑我 你织一个我看看 我是还没想好要织一个什么东西 等我织出来了 一定吓你们一跳 嗯 口吃小肉 哈哈哈哈 星星 这下冬天你的鼻子不会被冻红了 哈哈 萌萌 你就知道像个别人 你会织什么 哈哈哈哈 我早就把阿卡编织的全部本领都学会了 要知道 我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猴子 哈 你吹牛 快去给我看看呢 谁吹牛了 我能织出世界上最好看的围巾 不但厚厚的可以遮风挡雨 而且配色像彩虹一样美丽 最重要的是 还可以织得很长很长 连大个儿都能用 好 那我把圣圣的毛线倒给你 你快点开始织吧 哦 我们的也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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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哼 织就织 哎呦 这毛衣针也太不听话了 好 这根针到底从哪边转过来呀 毛毛 你会不会啊 当然会 这么简单的手工活 怎么能拿得倒我呢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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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萌 这就是你说的彩虹色 彩虹看到了一定很生气 嗯 呵呵 这个 配色我确实有点不太好 但编织我可以啊 这些洞也太大了 这样能保暖吗 蛮是够长了 但我觉得毛毛织的不是围巾 是鱼网吧 我可不要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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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还说你会 早知道这样我多教教你了 奇怪了 编织明明看起来很简单的 怎么织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呢 是不是漏洞百出 倒是挺符合我那条微博的 不对 漏洞百出是形容说话做事不周密 有很多破绽 这个 真不好猜 朴中先生 你看沙漏都快漏光了 你就给我们一些提示吧 对啊 给点提示吧 好吧 我给你们两个字 你们只要把剩下的两个字 想出来就行了 高高低低 不对不对 又高又低 不对不对 前高后低 你想出来了 眼高手低 对对对 我就是眼高手低 恭喜你们 闯关成功 眼高手低就是眼界很高 可是能力很低 要求的标准高 可实际上自己也做不到 啊 那个 这个 确实有点像我 不过我现在可不这样了 我都是自己能做到的 才去要求别人 嗯 毛毛 虽然你有时候眼高手低 但是你知错就改啊 对啊 呵呵 你总结得太好了 既然你们猜出了正确成语 下面就结束图标 了解运动项目吧 看清楚咯 钢架雪车 钢架雪车 是在传统雪车的基础上 延伸出来的运动项目 钢架雪车的运动员 需要投潮前 俯卧在雪橇上 并在冰道上滑行 又称冰上俯冲机 哇 今天真是学到了不少成语 还解锁了很多 北京冬奥会的运动项目图标 了解了很多项目 是的 收获满满的一天 那么我们下周再见了 嘉诚先生再见 再见 大红车这样只游游地转 这里的风景然真好看 天好看 地好看 还有一期快乐的小伙伴 大红车转呀转悠哟 快乐的伙伴说牵着手 牵着你的手 牵着我的手 今天的小伙伴 明天的好朋友